今年四月才剛才台南市簽訂優位三期的日本土普寺 日前優立該市的市長安藤真李子 和議長豆江宏明的創作 向台南市來訪問 因為土普寺是新冠疫情過後 台南市第一位簽署的日本優位三期 日前也特別拜會台南市議會 優立副議長林志殿代表接待 田農信代表台南市會議長邱莉莉 及全體議員 歡迎土普寺參與團力臨本會 土普寺是新冠疫情後 台南市第一個簽署的日本優位 台南市則是土普寺在亞洲的第一個優位 先具指標意義 台南向來有文化古都之稱 今年還被國際知名單車雜誌 評選為全球十二個最適合單車旅遊的城市 且台南的白河區更是台灣主要的聯合產地 相信未來兩市在觀光體育及農特產品等領域上 一定能有更進一步的交流 因為土普寺保有江湖時代的觀光文化主委 擁有日本國家級的主行車道 也是日本第一年後三地 加到台南的觀光主委以及農產真理事 引出土普寺的訪問團 在市府的安排也特別騎主行車來觀光 希望兩市未來在觀光、體育及農特產 可以有進一步的交流 台南新聞綜合報道 希望能不能合理 我們下次再次我們來更進一步的交流 場,我們可以看到 不知道 我們到處周邊的時代 以前我們再次開河區